除了自然界凶猛的狮子老虎 其实现实中还有很多一样呆萌可爱的小动物 像是从卡通动漫中走出来的 这些可爱的小动物甚至被人类当作宠物饲养 但是你可别被它们蠢萌的外表蒙骗了 它们其实拥有着惊人的战斗力 把它们惹急了可不是一件好事 大家好这里是高能知识院 我是院长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啦 地球上有一种动物长得像黄鼠狼 但是很呆萌讨人喜欢 你知道是什么吗 院长告诉你它叫雪幼 幼名林幼 岩鼠学名白幼 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小的肉食哺乳动物 还是一种典型的夜行性动物 总喜欢黄昏开始活动 雪幼还有个外号叫扫雪 你想想 大半夜的在茫茫的临海雪园 雪幼在雪地里追逐猎物会不断的摆动着尾巴 人们会误以为它在扫雪就给它起了这么个外号 还蛮形象的 雪幼个头和大的老鼠差不多 长得很萌 几乎可以靠麦萌度过一生 它一般身长25到35厘米 最长也不足50厘米 尾长6到10厘米 重量150到440克 雪幼形似黄鼠狼 身体细长 四肢短小 毛色随气节不同 下肩毛色背部为灰棕色 腹部为白色 足背为灰白色 冬季毛色处了尾端黑色 全身雪白 雪幼适应性极强 它们一般积极于寒冷地区的真夜林或混角林中 有的也生存于草原草垫及河湖岸边的贯丛里 一般比较邻近村庄 这家伙源于瑞典 先分布于欧洲 亚洲 北美洲和北非 包括中国大陆的东三省 以及内蒙古 河北 新疆 四川等地 雪幼看起来非常机灵高冷 但实际上却是个又傻又天真的吃货傻白甜 看起来个头不大 但是它一天24小时都在吃 可就是吃不胖 这么能吃 竟然还这么苗条 对身材要求严格的人们都嫉妒它 它凭借灵敏的嗅觉和听觉搜寻食物 平时主要以鼠类为食 也吃小鸟和鸟卵或盐河堤 小气活动 捕食蛙类 昆虫和鱼 有时一偷食家禽 雪幼可是老鼠的天敌 可以说是人类的好帮手 它有很强的捕猎能力 一旦发现猎物就伸长脖子 全身贴近地面 匍匐向前移动 捕猎时 雪幼首先抓住头部 用肠儿肩的上拳尺 穿过猎物头顶后部 下拳尺则从耳后刺住脑部 使猎物很快死亡 然后把猎物移到僻静的地方 开始进食 别看它外表萌 但它生起气来也很可怕 雪幼的牙齿非常锋利 猎齿发达 罐齿成薄刀刑 遇到自己想吃的食物 就立马变得神梦无比 据说雪幼可以咬死 比自己大几倍的野兔 平时千万别惹雪幼生气就对了 雪幼是一种领域性极强的动物 经常在领域内 用肛门线分泌物 擦在石头 树桩树枝上留标记 表示其领域 谁要是侵犯了它的领地 迟早会咬死你 懒猴 在自然界中 有着许多可爱的小动物 而这些动物一旦被人类看上 就很有可能让它们从野外被抓 从而化身为我们的宠物 懒猴便是其中一种被迫成为宠物的野生动物 它之所以能被人类所喜爱 靠的不仅仅是它可爱呆萌的外表 还有它们看似可爱的举动 成为了宠物的懒猴 在被人挠痒痒的时候 它们会投降式的举起自己的双手 还用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 看着挠它痒的人 就好像是在说 别再挠我痒了 我投降还不行吗 看过懒猴被挠痒痒后的可爱举动 更多的人喜欢上了这个长相可爱行为 也可爱的小动物 从而让越来越多的懒猴 被狩猎者抓获成为宠物 收买给喜欢它们的人类 被抓获到的懒猴 就算没有在抓捕过程中受到伤害 在被抓住后 也会被狩猎者残忍地拔掉牙齿 然后再告诉买家 懒猴是不具有威胁力的宠物 那懒猴真的是不具有威胁吗 事实并非如此 懒猴是灵长类动物中唯一具有毒性的 虽然它的毒液并不致命 但还是会让我们吃些苦头的 作为唯一具有毒性的灵长类动物 懒猴的毒素是从它胳膊肘内侧的腺体产生的 每当它们在树里毛发的时候 产生了毒素 就会遍布它们的皮毛 只要懒猴受到了威胁 它们就将自己缩成一个球 然后将有毒的皮毛暴露在外边 当然了 懒猴的毒液不仅仅是存在其毛发中 还可以与其唾液混合在一起 然后通过咬上天敌 将自己的毒液从伤口上感染敌人 这也就是狩猎者将懒猴牙齿拔掉的原因 在我们挠懒猴的痒痒时 它具体双手并不是在投降 而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分泌着毒素 想要保护自己的害怕剧动 所以说 看似可爱的剧动 其实是动物们的另类保护方式 虽然被拔去牙齿的懒猴 没法咬上我们 但是它的毛发上还是沾有毒素的 万一我们在接触它们的时候 正好是有伤口的话 那么就很容易被毒素给感染 在南美洲这片神奇而广阔的土地上 生活着一种独特而有趣的动物 它的名字叫石蚁兽 树懒 球鱼 和石蚁兽被称为南美洲三怪 明明小眼小耳朵 脑袋就像和进步连在一起的 细长圆馆子 圆馆前部的那个小孔 就是它的嘴巴 石蚁兽没有牙齿 只有一条伸缩自如的长舌头 它的身后还拖着条大扫把式的尾巴 下雨天和烈日当空时 用来当伞 睡觉时用来当毯子 石蚁兽的舌头长约60厘米 会分泌许多粘液 轻而易举的粘住食物 这条舌头柔软而富有弹性 一分钟可伸缩160次以上 这条独特的舌头 使石蚁兽能保持终日 除了功能独特的舌头 强大锋利的爪子 也特别让石蚁兽自豪 它那长长的爪子弯曲如镰刀 不但可以做挖掘工具 同时也是最佳的防卫武器 石蚁兽最爱的食物就是蚂蚁 石蚁兽的嗅觉非常灵敏 不吃时 它先把鼻子贴在地面 四处搜寻 嗅到蚂蚁气息后 便立刻用锋利的前爪 在蚁巢上跑开一个洞 然后伸出黏黏的长舌头 沿着缝隙插进去 直达蚁巢的中心 黏取蚂蚁和蚁卵送进嘴里 石蚁兽的利爪 有时会将蚁巢完全摧毁 就在蚂蚁们纷纷逃命的时候 它沉寂用长舌头进行快速扫荡 扫荡的结果 往往会把沙子 小石块等一起吃进肚子里 别担心 这些东西不会对石蚁兽造成伤害 反而起到了研磨食物的作用 石蚁兽的天敌是每周报 虽然石蚁兽的嗅觉和听觉特别灵敏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总是溜之大吉 可它天生就跑不快 往往没逃几步 天敌就已经逼到了眼前 大难临头是一兽镇定的 用大尾巴去撑着身体 竖起前半生 伸出锋利的脚爪 一边挥舞 一边发出一种奇特的笑声 这是在警告 再上来我就和你拼了 如果这时候 每周报还抓紧不放 那么石蚁兽也会尽全力 死死的抱住对方 以最快的速度 把锋利的脚爪 刺进对方的后背 让每周报一命呜呼 密欢 在非洲和亚洲的西南部 有一种动物 看起来呆头呆脑 惹人心疼 它长大 很有特色 身上的毛发 主要分为两部分 从额头至臀尾的毛发 为白色 下半部身体的毛发 为黑色 两种颜色分明 看起来就像是 剪了平头一样 因此这种动物 也被称为平头哥 平头哥的学名叫密欢 属于石肉木幼科动物 经常上网的人 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 平头哥的大名 他素以凶悍主称 号称不是在打架 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最光辉的事迹 就是敢于直面雄狮 密欢在自然界 就像是愣头青般的存在 他性格凶猛好斗 而且牙子必爆 几乎只要惹到他 就会被他报复 非洲的许多和和有名的 石肉动物 几乎都与密欢对战过 由于密欢凶猛难缠 因此在自然界 多数即便比他更强大的猛兽 都不太愿意去招着他 光从敢直面雄狮这件事上看 密欢也应该是 同级别动物中的猛兽了 但是现实中 密欢的体型却不大 成年之后 也只有5到14千克 根本无法与狮 豹等大型动物相提并论 但是非洲草原上 叫得出名的猛兽 比如狮子 豹子 猎豹 非洲野犬 猎狗 黑背柴等 均有与密欢对战的记录 对于密欢来说 即便是对方是雄狮 他也敢于亮剑 吉尼斯世界记录 将密欢描述为 最大胆的动物 由此可见 密欢的强悍 好了 本期的高能知识 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